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家里水电都欠费 赶紧缴费 你男友儿媳有很多的男人觉得婆媳之间产生矛盾 是因为妻子不会讨母亲的欢心 他们把这一切都归咎到妻子的身上 对于母亲刁难妻子的行为也是视而不见 觉得这是妻子莫能处理好跟母亲的关系 殊不知是因为你 母亲和妻子才成为了一家人 他们之间有了矛盾 你不能坐视不管 有些男人不愿意调解母亲和妻子之间的矛盾 他们觉得这是很为难的 站在母亲那边会让妻子心生不满 站在妻子那边也会伤害了母亲 就不愿意掺和这些事 可是你的无所作为会让他们的矛盾越来越深 如果你对于妻子的苦难事而不限 长此以往就会让妻子心寒 你们之间的感情也会受到影响 你是母亲和妻子之间的联系 如果他们无法友好的相处 一定是你做得不好 李文川和妻子刘曼是大学同学 他们在大学相识相恋 毕业之后李文川就跟妻子刘曼求婚了 刘曼也答应了 可是李文川的母亲不喜欢刘曼这个儿媳妇 对他是百般刁难 李文川也跟母亲说过他跟刘曼是真心相爱的 两个人已经结婚了 刘曼就是他们家的儿媳 让母亲不要刁难刘曼 可是母亲骂他说道 你老婆是个外人 虽然他嫁给你了 但是跟我们一家人没有血缘关系 别指望我会把他当成一家人一样对待 你个白眼狼 娶了媳妇而忘了娘 听了母亲的话 李文川也有些无奈 他跟妻子刘曼说道 你不要跟妈顶嘴 要学会讨她的欢心 你们两个人得好好相处啊 不然我们这个家庭会矛盾不断 那个时候李文川不明白母亲和妻子之间产生矛盾 是因为他母亲故意找刘曼的麻烦 刘曼是一个善良温柔的女孩子 从来不会主动跟人产生矛盾 是自己的母亲经常挑刘曼的毛病 刘曼已经谨力做到最好了 可是他的母亲还是不满意 自从刘曼嫁进来 母亲就让刘曼浇水电费 说起来也有些可笑 母亲不愿意把刘曼当成一家人一样对待 但是却经常让刘曼为家里付出 当刘曼有所抱怨的时候 母亲就会说 你嫁到我们家就应该做这些 李文川和刘曼结婚后不久 母亲就让他们尽快要个孩子 可是当时李文川和刘曼的工作刚刚稳定 他们不准备要孩子 想再奋斗几年 让孩子出生之后有一个好的成长环境 可是母亲根本不考虑这些 李文川也没有跟母亲解释 导致他的母亲对刘曼心声不满 觉得是刘曼的身体有问题 怀不了孩子 李文川的母亲天天骂刘曼连个蛋都下不了 让刘曼非常的委屈 刘曼就跟李文川商量着要个孩子 李文川也被母亲说烦了 于是两个人就把要孩子的事提上了日程 过了不久刘曼真的怀孕了 本以为怀孕之后李文川的母亲能够有所改变 可是她还是天天指使着刘曼干这干那的 刘曼要上班 怀着孩子身体也很不舒服 回到家里之后还得面对婆婆的刁难 整个人都受了一大圈 其实结婚后不久刘曼就跟李文川提出希望两个人搬出去住 可是李文川说工作刚刚稳定 租房也需要一大笔钱 刘曼听了之后就放弃了这个想法 在怀孕期间刘曼想着等孩子出生之后一定要搬出去住 她可不希望孩子在这样吵吵闹闹的环境中长大 周末的时候刘曼躺在床上休息 这个时候婆婆让刘曼出来洗衣服 并且还不让她用洗衣机 非让她手洗 怀孕之后刘曼已经很小心了 生怕因为自己的失误影响了孩子 可是婆婆的态度非常的强硬 刘曼想着洗个衣服应该不会有太大的问题 她小心翼地在卫生间给婆婆洗衣服 可是无法避免地上撒了不少的水 她当时也莫注意 只想尽快把婆婆的衣服洗完 可是没想到踩到了一大滩水 摔在了地上 刘曼当时就觉得有些不对劲 她匆忙地喊婆婆 可是婆婆居然出去了 刘曼爬到了电话旁给李文川打电话 李文川匆匆忙忙地赶回来 把刘曼送到了医院 孩子最终也莫保住 刘曼非常的伤心 她一直很期待孩子的诞生 想着一家三口会过上幸福的生活 可是现在居然出了这样的事 刘曼跟李文川说是婆婆逼着她洗衣服 才会出了这样的事 李文川当时也很伤心 她心里对刘曼有些怨恨 觉得刘曼完全可以拒绝母亲提出的要求 却忘了自己的母亲有多么的强势 因为这件事刘曼对李文川心生不满 觉得无法继续跟她过下去了 就在医院跟李文川提出了离婚 李文川觉得刘曼是因为一时伤心才会想要离婚 可是没想到刘曼却是认真的 出院之后刘曼回到了父母家住 她坚决要跟李文川离婚 虽然李文川心里是不愿意的 但是面对刘曼强硬的态度 她还是同意了 离婚之后李文川也没有跟自己的母亲说这件事 李文川的母亲一直以为刘曼是回她父母家暂住了 有一天家里断电了也没水了 李文川的母亲对她说道 儿子儿媳是死人 家里水电都欠费了赶紧缴费 离婚之后 李文川也彻底的明白是她对不起刘曼 母亲对刘曼百般刁难 她也没有保护好刘曼 听了母亲的话 李文川说道 你哪有儿媳 听了儿子的话 李文川的母亲震惊了 说道 你乱说什么呢 李文川对母亲说 我们离婚了 孩子没了 她对我也失望了 就跟我提出了离婚 你没有儿媳了 听了儿子的话 李文川的母亲有些不敢相信 虽然她一直对刘曼是哪儿哪儿都不满意 可是刘曼的性格真的很不错 从来没有顶撞过她这个婆婆 她也对自己的所作所为感到后悔 明白是因为自己的原因导致儿子和儿媳离了婚 李文川的母亲想要去求刘曼 让刘曼跟自己的儿子复婚 却被李文川阻止了 李文川对母亲说道 妈 我们走到今天这一步是无法挽回了 是我对不起她 所以不要再去打扰她了 听了儿子的话 母亲痛哭起来 他们母子俩如今都后悔了 可是未时已晚了 几乎每个家庭都面临住婆媳矛盾 婆婆和媳妇儿之间没有血缘关系 两个人也做不到相互理解 相互包容 但是他们爱着同一个男人 因为那个男人他们才成为了一家人 那个男人是他们之间的联系 作为儿子和丈夫的那个男人 应该积极调解母亲和妻子之间的矛盾 不要让矛盾越来越深 影响了家庭的和睦 可是有很多的男人就是做不到如此 他们不愿意让自己为男 所以也不愿意面对母亲和妻子之间的问题 殊不知这样会让矛盾越来越深 不仅影响了家庭的和睦 还会影响你和妻子之间的感情 长此以往你和妻子的这段婚姻 也无法长久下去了 不要为了孝顺就一味地迁就自己的母亲 让妻子饱受委屈 既然妻子嫁给了你 你就应该照顾好她 保护好她 当妻子和母亲发生了矛盾 要公平公正地处理 不要偏袒任何一方 你如何看待李文川和她母亲的所作所为 邀请大家继续看下一个故事 老婆纵容我出轨她三个闺蜜 我以为是爱 我妈住进ICU那天我才醒悟 在婚姻生活中 夫妻两个人需要相互理解 相互包容 才能携手走一辈子 婚姻应该由夫妻两个人共同维系 可能在你们的这段婚姻中 也会存在旁人的挑拨和破坏 如果婆婆不喜欢儿媳 对儿媳百般刁难 作为儿子和丈夫的那个男人 应该积极调解他们之间的矛盾 这段婚姻才能继续下去 在一段婚姻中最经不起的 就是背叛和欺骗 夫妻双方绝对不能在婚内出轨 是是对家庭的不负责任 也是对伴侣的不忠 如果有一方在婚内出轨 你们的这段婚姻也无法继续下去了 毕竟没有人可以忍受 伴侣对自己的欺骗和伤害 两个人携手走一辈子并不容易 在婚姻生活中会遇到很多的困难 需要夫妻两个人共同克服 如果有一方踩到了对方的底线 你们的这段婚姻就走到头了 周晨和妻子李婉是相亲认识的 当时周晨对李婉一线钟情 交往了半年两个人就结婚了 周晨的母亲并不喜欢李婉这个儿媳妇 在她嫁进来之后对她是百般刁难 最初周晨还会积极调解一下 母亲和妻子之间的矛盾 但是后来也渐渐地烦了 母亲对妻子百般刁难 她装作是而不见 结婚后莫多久 周晨觉得她跟李婉的婚姻并不是自己想象中的那样 婚后的生活更多的是枯燥和乏味 这让她有些后悔 为什么这么早就结婚 早早地把自己送进了婚姻这座坟墓 渐渐地周晨不愿意回家了 下班之后经常跟同事朋友出去喝酒吃饭 每天都喝得醉醺醺回来 李婉对于周晨这样的行为有些不满 本想跟她好好聊聊 可是周晨却做出了更加离谱的事情 她在婚内出轨了 妻子李婉有三个要好的闺蜜 周晨和李婉谈恋爱的时候 在李婉的介绍下 周晨认识了李婉的闺蜜 渐渐地大家都熟悉了 经常一块吃饭 婚后周晨居然跟李婉的闺蜜走到了一起 李婉知道这件事后伤心了很久 她不明白周晨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事情 婆婆对自己百般刁难 周晨又在婚内做出了背叛自己的事 李婉觉得这样的婚姻没法继续下去了 周晨的母亲也知道自己的儿子 在婚内出轨了儿媳的闺蜜 她非但没有指责自己的儿子 还觉得是儿媳无能 如果儿媳能拴住儿子的心 儿子也不会做出这样的事了 周晨的母亲经常嘲讽李婉 说她是个没用的女人 李婉本想痛快地跟周晨离婚 结束这段让她痛苦的婚姻 可是听了婆婆的话之后 她觉得不能轻易跟周晨离婚 李婉纵容周晨出轨她三个闺蜜 明知道周晨出去是跟她的闺蜜约会 李婉也没有多说什么 周晨以为是爱 因为李婉爱自己 所以愿意包容自己 她心里还美滋滋的 觉得自己的魅力大 虽然自己在婚内出轨了 但是李婉也不愿意跟自己离婚 所以她的行为是越来越过分了 有时候晚上也不回去 日子就这样一天天的过去 有一天在上班的时候 周晨接到了邻居打来的电话 说她的母亲在上厕所的时候摔倒了 被送到了医院抢救 周晨匆匆忙忙地赶去了医院 李婉也去了 母亲经过抢救住进了ICU 暂时还没有脱离危险 母亲这次生病住院需要一大笔钱 就在周晨为此苦恼的时候 李婉跟周晨提出了离婚 并且要求周晨净身出户 周晨当然不同意了 如今母亲治病需要用钱 自己净身出户 哪有钱给母亲治病呢 李婉对周晨说 如果你不同意 我就去法院起诉 我手里还有你婚内出轨的证据呢 听了李婉的话周晨有些慌张 他对李婉说道 我们夫妻一场 你至于在我困难的时候落井下石吗 我妈现在还没脱离危险 不知道得在医院住多久 你让我净身出户 我哪有钱给我妈治病呢 听了周晨的话 李婉笑着说道 你说的这些跟我有什么关系吗 自从我嫁给你 你妈也没有把我当成一家人一样对待 对我是百般刁难 你呢 有为我说过一句话吗 不仅如此 你还在婚内出轨 那是我的闺蜜啊 你有没有考虑过我的感受 李婉的态度非常的强硬 无论周晨说什么 李婉都不愿意妥协 就在母亲住进ICU的那天周晨才醒悟 原来在自己出轨之后 妻子没有提出离婚是为了报复自己 如今母亲生病住院 妻子要求自己净身出户 自己也没钱给母亲治病了 妻子同时报复了自己和母亲两个人 周晨和李婉最终还是离婚了 周晨净身出户 财产都归李婉所有 为了给母亲治病 周晨跟身边的同事朋友借钱 可是被拒绝了 因为那些都不是真心的朋友 只能跟他一块儿玩乐 却不愿意在他遇到困难的时候帮助他 就在这个时候周晨才明白 自己以前的做法是多么的愚蠢 有一个好妻子 却不懂得珍惜 在婚内出轨了妻子的闺蜜 每天只懂得玩乐 什么都没有得到 周晨坐在母亲的病床前崩溃大哭 他觉得自己以前真是白活了 就在那个时候他决定洗心革面 重新做人 他辞掉了原来的工作 又重新找了一份工作 想着踏踏实实认真努力的工作 毕竟他现在什么都没有了 除了要帮母亲治病 还得挣钱养活自己和母亲 在一次偶然的情况下 周晨又遇到了李婉 李婉有了很大的变化 他很漂亮 整个人也非常的自信 不想跟他在一起的时候 每天都是悲伤的样子 周晨不知道自己怎么会把生活过成这个样子 明明他也是很爱李婉的 不然也不会交往了半年就结婚 周晨没有脸面对李婉 于是匆匆从李婉的身边走过 他想着李婉也不愿意跟他说话 就在那个时候 李婉叫住了周晨 对他说道 你恨我吗 周晨摇了摇头 李婉接着说道 我还是很恨你的 以前我一直想着自己结婚之后 会过上怎样的生活呢 我从来没想过 跟你结婚之后会让自己这么痛苦 离婚之后我也没能从那段失败的婚姻中走出来 可是生活还是要继续 我决定不再恨你了 听了李婉的话 周晨说道 别恨我 我这样的人不值得 说完之后他就走了 他知道无论如何也弥补不了自己对李婉的伤害了 面对母亲刁难妻子的行为 周晨装作视而不见 这不是一个丈夫应该做的 你应该孝顺自己的母亲 可是也不能对妻子的苦难视而不现 这样会让妻子心寒 也会影响你们两个人的感情 周晨在婚内出轨 这是对妻子的不忠 他的出轨对象是妻子的闺蜜 也破坏了妻子和闺蜜之间的友情 却是对妻子的双重伤害 这样的男人根本不值得被原谅 如果你的丈夫也做了这样的事 就趁早跟他离婚 结束这段让你痛苦的婚姻 婚姻不是儿戏 既然决定结婚就要认真对待这段婚姻 结婚之后好好地对待妻子 认真地过好你们的小日子 绝不能做出伤害妻子和家庭的事情 如果你真的做了这样的事 就应该为自己的所作所为负责 也不要妄想妻子会原谅你 欢迎留言 说出你的看法 谢谢您已经看我的故事 您喜欢视频分享 来到别人 记得订阅频道接受视频通知 再见 再见 感谢观看